用愛烹飪用心品味 大家好我是Vivian 今天給大家推薦壹道創意料理 翡翠醬汁居生蠔 希望大家會喜歡 生蠔在每年的冬春兩季最為肥美 現在正是品蠔的最佳時節 首先準備好專用的蠔刀和防滑手套 避免畫上手指哦 生蠔的個頭比較大 從蠔殼的扁平端尋找縫隙平行的插入蠔刀 然後貼著頂殼沿著邊緣旋轉 在接近肉柱也就是碧殼機的位置 貼緊內殼把它於蠔殼剝離 這樣蠔殼就可以順利的撬開啦 生蠔的肉製肥美滑嫩 是營養價值很高的海產珍品 被譽為是海裏的牛奶 有著養血補血滋陰壯壯的功效 深受廣大美食掏客的喜愛 事先李白也留有天上地下牡蠣獨尊的提具 切洋蔥的時候防止蠟眼睛 可以在刀面撒上壹些水 為了增加口感 取兩片帕爾瑪火腿 切香之後再切成小丁 接著來準備翡翠醬汁 將洋蔥和大蒜丁炒香 再加入菠菜 翻炒之後裝入到榨汁機 再加入兩克的迷迭香 和50毫升的淡奶油 醬汁中添加菠菜 是為了緩解油膩的口感 讓料理更加的清清可口 水沸後加入5毫升的白葡萄酒 然後關火 將蠔肉快速的汆燙兩秒鐘後撈出 這壹步預製操作不僅是為了殺菌 也是蠔肉弥漫著醉人的酒香 生蠔中富含新鐵等礦物質 而菠菜中含有生蠔缺少的佛羅布素和維生素C 二指搭配起來更加的營養美貝 在選擇生蠔的時候 壹定要選擇外殼完整且緊地的 這樣新鮮的生蠔口感才更有保證 食用也更加安全 接著將蠔殼依次擺放在烤網上 然後將燙好的菠菜鋪在蠔殼底部 再擺上壹粒粒的蠔肉 淋上濃香的翡翠醬汁 撒上芝士 就可以放入烤箱了 先將烤箱預熱 然後用230度烘烤8-10分鐘 有醬汁封層和菠菜墊底 不用擔心生蠔過熟 反而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時間到就可以出爐了 再撒上帕爾瑪火腿丁 放上歐芹 擠上新鮮的檸檬汁 壹道濃郁誘人的翡翠醬汁居生蠔 就製作完成了 下面開始試吃吧 相傳拿破崙曾經一次吃下100隻生蠔 而巴爾扎克更是創下一次吃下144隻生蠔的壯具 那麽一次吃這麽多真的好嗎 看起來很高級 大石大石 整個這麽大壹坨料 生蠔雖然味道鮮明 但是也不要貪食哦 畢竟生蠔的胆污醇含量還是蠻高的 過多食用會增加腸胃的負擔影響消化 所以每次進食三到四隻就足夠了 用愛烹飪用心品味 我是Libert 喜歡我的視頻就訂閱我吧 以後每周都會送上美味的料理哦 不要忘記點按小鈴鐺 謝謝支持 下回見嘍